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黄先生 有一点概念都知道 洗肾其实很花水 为什么 详细的原因 那个洗肾水是需要用到 那个氧氧氧透制造的水 所以以后 我们制造一公升的那个水 一般都会产生两倍到三倍的废水 各位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核心协力救地球 我是郎祖云 我们每天都在讲节能减碳 但事实上我们身边有很多 大型的建筑物本身就非常耗能 像是机关 学校 或者是百货公司 大型的工地 甚至是医院 医院这个场所 因为它是救命救急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天24小时 一年全年无休的地方 就算别人在放假过年 医院还是有人留守 因为随时准备迎接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 一些事故跟状况 当然也要照顾一些长期 在里面卧病的一些病人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减低 这个医院的耗能呢 像是它一直都在开的灯 全年的空调 紧急手术 甚至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 一些用电耗能的地方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让医院变成低碳的医院呢 好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 低碳医院 首先介绍我们的地球守护者 环保守护队 环保前面守护地球 今天的四位守护者 何巧文 小时候的志愿是当护士 林居民 不喜欢医院的味道 江玉成 曾带自己的宠物 到受医院看病 蔡宏毅 曾经因为盲长炎而住院 今天关于低碳医院的主题 他们能够核心协力 挑战成功吗 好 那么在医院 有没有谁有住院的 医院的经验 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 有得过忙长延 然后就住院 住院 所以你对医院的印象是 味道很不好 然后感觉很紧张 没有家里来的舒服 那是当然了 那谁是 听说谁最怕医院的味道 我 对 那个味道就是会让我觉得 非常的不自在 现在的现代化的医院 其实你已经闻不到那一种 很强烈的药水味 或是消毒水的味道 好 我来介绍今天的专家 是我们绿色生产力基金会的专家 对于节能减碳 是有个别研究的 欢迎我们的黄建成先生 你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黄建成 任职于绿色生产力基金会 专长是辅助企业 进行节能方案的规划 对医院如何节能减碳 可是很有研究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的游戏规则 就是只要各位能够答对 十分以上 就有机会让我们现在 看起来有点炎热的环境 变成蓝天白云的舒适 好不好 加油 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的游戏规则是 快问快答 每一个题目回来之后 有五秒钟思考的讨论的时间 然后就要回答问题了 好 今天来谈谈低碳医院 来 请出题 医院里最耗电的设备是 一 开刀房的医疗设备 二 空调 三 加护病房维生系统 请作答 三 加护病房维生系统 三 加护病房的维生系统 对 还是错 加护病房 加护病房维生系统 它是有一定的使用 但是它只有一个区域而已 它不是整个医院 整个医院里面用到最多的 应该就是空调 占40%到50%以上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医院空调的用电量多 除了维持院内温度 另一个原因是 一 避免病毒感染 二 消除空气臭味 三 冲淡辐射线物质 四 以上皆是 请作答 四 以上皆是 四 以上皆是 对吗 答对了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专家黄先生 医院的空调设计 跟我们一般的住家建筑 是不是都不一样 医院是刚才第二题 居下看到的部分 就是要消除那个毒气 还有一些避免交互感染 或是一些气味的问题 所以它需要医院设计 空调设计 就要引进比较高温 高湿的那些 外气的新鲜空气 来做一个交换这样 所以你看 它不只是只是 像我们一般开空调 它还有这个空气的 这个替换的问题 那你是从外面进来的空气 可能是温度比较热高 高温或高温一点的 你进来又要维持在 这个医院本身要的恒温 所以它就相对 它的耗能量就比较大 好 我们继续出题 来 下一题 医院里耗水量最多的单位 可能是 一 手术室 二 起肾中心 三 配膳室 请作答 三 配膳室 三 配膳室 对 还是错 答错了 这个洗肾中心 常常叫逆肾透洗中心 所以它其实在那里 需要很大量的水 来循环 把这个 因为病人 他就是没有办法 像一般正常功能的肾一样 把这些毒物带出去 所以他要利用 其他的这个外力的方式 所以他会用掉 很多很多的水 来 下一题 为了节水 医院里可回收再利用的水源是 一 空调冷却水 二 洗肾逆肾透水 三 屋顶雨水 四 以上皆是 请作答 四 以上皆是 四 以上皆是 对 还是错 答对 这才是有效积极的再利用 好 下一题 台中慈禧医院 为了节省更多的水 使用了哪种回收水冲马桶 一 厨师机排放水 二 屋顶雨水 三 检验室逆肾透水 好 请作答 一 厨师机的排放水 一 厨师机的排放水 对 还是错呢 没错 虽然说厨师机的排放水 不是很多 但是700多天下来 就可以收集37万公升的水 事实上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黄先生 刚刚我们大概都知道 有一点概念都知道 洗肾其实很花水 为什么 详细的原因 那个洗肾水是需要用到 那个RO逆渗透制造的水 水以后 那一般在台湾制造的 RO逆渗透水 我们制造一公升的那个水 一般都会产生两倍到三倍的肺水 那所以说一般洗肾病人 用差不多四个小时左右 四个小时可能一天 耗用的水量大概肺水部分就好 大概120公升左右到200公升 一个人 对对对 那如果说这么多病人的话 就加起来就回收的话 是很可观的这样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好 请做答 四以上皆是 对还是错呢 答对了 好 下一题 医院照明用电量 约占三成 为了节电 此际医院做了哪种节能设施 一 大面积开窗采光 二 太阳能发电 三 精算每平方公尺照度 四 以上皆是 请做答 四以上皆是 四以上皆是 对还是错呢 好 再来一题 一 长根医院为节约照明用电 采用了哪种节能设施 一 警官照明时段控制 二 楼梯照明独立控制 三 更换为LED灯具 四 以上皆是 四 以上皆是 对还是错 对 还是错 起作答 四以上皆是 四 以上皆是 四 以上皆是 对还是错 对 还是错 答对了 好 其实这个医院的照明 它用电是真的是用得非常的多 我们刚刚讲了照明啦 空调啦这些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因为手术上的需要 或者是照顾上的需要 用到的这一些能量 那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 低碳的医院的这个范例吗 有 像台中的磁吸医院 他们做很多节能的 还有节水的 还有支援回收的 这个改善的案例 然后如果说要找尋这个资料来讲 像经济部他们以为 你有办这个 那个机油厂商表扬的部分 很多医院都很 很多成功案例 很多医院是可以参考的 我们现在就以专家所讲的这个范例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这个台中磁吸医院来说 他们南向的屋顶呢 设计了六大片的太阳能的节能板 就是这个太阳能电板 每天的总发电量将近一百千瓦 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七万公斤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所以说医院本身呢 也是非常积极地在做这个低碳 而且节能的这个动作 好 目前各位的分数还不错耶 六分了耶 已经追到一半以上了 好 还想不想加分呢 想 谁要问问题 好 来 请问我们的居民 那个我想要问专家 就是低碳医院有没有标章呢 就是在台湾没有低碳标章的制度这样 不过倒是低碳的相关的 这种标章的有类似的 像那个卫福部那个国民健康署 他在前几年有宣布说 到2020年他有找了128家医院 主要的医院就先是要到2020年 要减碳13%这部分 然后有推动那个友善医院 友善的环境的医院这样 像刚刚专家所讲的就是说 这一些跟这些医院签署 128家医院签署呢 要减少13%这个部分 事实上就已经帮台湾种植了 445座大安森林的树木 所以对于节能减碳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 这个题目问的好不好 要不要给分呢 还不错 拿到一个校园 好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要进行VCR 就是实际地去看一看医院 到底怎么样真的在做 左手在做减能减碳 让自己变成低碳医院 那这个VCR的部分呢 里面的题目跟答案都在里面 然后回来之后是用手写板操作 有10秒钟的讨论跟思考的时间 答对一题有2分 加油 好 我们来看看医院怎么做 医院有着高精密医疗设备 无可避免的要用到空调照明以及热能 而台北慈济医院的用电量 有5成以上都来自空调 其次为证明 因此节能重点不得不从此下手 台北慈济医院的空调主机房节能的关键 就是节能除冰机 把冰的冷度带出来 当空调来使用 所以就一个这个热的这个转换 那在白天的时候来使用这个晚上 用低价的电力所做的这个冰 然后拿来在白天 用在我们高价电价的时候的空调使用 可以节省这样的电费的差距 所以等于节电力来讲的话 是可以达到每度电减少 0.5到1块钱的这个价位 走一趟医院长廊更会发现 精准的照明使用 依照人潮动向 把不便要的电统统再省下来 看得到的灯具 我们有就是灯管 有减少灯管的控制 那有区域的灯 我们会做跳展的这个灯的控制 那甚至有不需要常常开的灯 我们会贴一个标签在上面 告诉大家说这个区域是不需要常开的灯 记得要关灯 如此一来 全院区同时间减少了2000多盏灯 等于是十分之一的用灯数 一天就能省下1567度电 相当于1034公斤的二氧化碳 而大陵慈激院推动环保节能12年 他们将中水处理再利用 从水源上1.1滴来解约 中水的部分其实它是我们一般的水处理完之后 达到荒流标准可以排放的一个水质标准之后 我们再透过一个处理的单元 叫做砂绿桶处理 然后我们再加绿去灭菌 跟处理这些玄乎固体之后 我们重新送回医院去当成浇灌花木 跟冲马桶使用 那我们透过中水系统去重新回收再利用的话 我们一个月大概可以省掉7万块的一个费用 台北慈激医院节电 大陵慈激医院节水 他们将最耗能的场域 扭转成为最省电的环境 将繁琐费时的苦拆视为使命 为绿色地球付出心力与心意 真的是用尽心思 然后来致力做好低碳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出题 台北慈激医院利用节能除冰激后 每度电可减少多少费用 好 答案是0.5到1元之间 对还是错呢 答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解答 可以达到每度电减少0.5到1块钱的这个价位 恭喜答对了 好 再出下一题 大陵慈激医院将中水拿来浇灌花木以及 以及什么呢 知道答案就赶紧写下来 好 答案是冲马桶 对还是错呢 答对了 来看一下解答 我们重新送回医院去当成浇灌花木 跟冲马桶使用 好 在这个阶段你们得到了4分 不错喔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好 还想加分吗 分数又这么高了 想 想喔 好 来问问看位有什么问题 好 来洪毅 想请问专家就是医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就是节能减碳的方式 有一个项目来讲像那个大陵慈激医院 他们做一个就是节能减碳部分 就是他们对于病患在使用上面 就是有研发一个类似 那个我们伤口那种重洗的机器 那我们一般伤口重洗器就直接用棉花瓣 或是一些垫的这样 那相对会就会使用很多那个 类似那个食盐水 或是很多棉花瓣 就很多废弃物的滋液这样 那它研发的肢体就直接冲洗 那就可以减少棉花瓣 或相关的废弃物的这些肢体这样 这个问题您算不算给加分呢 算 没错 问住了一些大家想知道的 好 现在我们既然呢 已经从专家的身上了解了这么多 我们也看到一些影片 我想大家对于所谓低碳医院 友善 友善医院 友善环境的医院都有一些了解了 现在我们就一起到医院去帮帮忙 看我们从这个照明啦 空调啦 用水啦 电梯啦等等 有六大项目 看看我们能帮什么忙 找到最能够节能减碳的方式 来 一起去 好 我们现在呢 要让医院变成一个友善的环境 或者是低碳的医院 我们也要一起来帮帮忙 想想办法 我们可以帮医院做些什么呢 现在这有六大项目 交通 饮食 水量的用法 空调用电 照明用电 电梯用电 这几个方向 我们来想想看 有什么方法可以更低碳 更节能减碳呢 好 计时一分钟 你们可以讨论一下 好 准备好了 想一想喔 来 请计时开始 好 要先写什么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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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怎么样的呢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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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刚刚专家也有说 像有一些百货公司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车耶 追波车 追波车 赶快写 你只有一分钟 谢谢 上面 上面 赵明 快点喔 时间已经超过了 好 准备 对 这样就知道了 好 这样就知道了 好 准备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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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十 九 八 七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我们一道一道 来解释好了 好 首先是交通运输工具呢 他们希望 他们的建议是 可以有接波车 这个可以给分吗 好 又一分了 没错 好 来 尤其是呢 医院累积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们开始知道整个这个 医院的生态的运作的时候 就会知道有哪一些社区 他们可能有一些 必须要经常看病的 慢性病的一些朋友 你这样接的话 就整趟接过来 他们也会很定时 不错 好 饮食配膳部分 他们建议是吃素 以及呢 使用环保块 环保餐具的意思 可以吗 可以的 谢谢大家 好 再接下来 水资源他们建议呢 要用省水的追斗陶 应该可以 还有就是可以像那个回收啦 回收 最重要的 刚刚讲的回收没有讲到 好 再来 空调用电他们建议用恒温 同意也可以啦 那可以说用一些 比较节能变频的 这个都算 高效率都算 是的 好 就是要换冷气机啦 好 再来 讲到了这个用电的 这个照明的用电呢 是用LED灯的换 来换用 比较省电 也是 就是还可以考虑的 像省电灯泡啦 省电灯泡 像电子式的灯机 日光灯机啊 这个都算 或者是可以用感应灯 好 不需要的时候 它就关起来 好 最后一个 就是电梯的使用上面的 限制楼层 这样算不算是呢 也算是要分层 分层或分台 是的 好 不错耶 好 这六题呢 居然每一题都有拿到分数 恭喜在这个阶段里面 一元帮妈妈拿到了六分 好 我想是不是专家 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给我们的 那个大众艺术 刚才就是除了接驳车以外 可是接着驳车 有些区域还是没办法照顾到嘛 对 那希望是说 是不是可以大众那个 还是希望一般的大众交通工具 或是使用那个自行车的部分 这样 那可是如果讲到我们说 空调用电的时候 如果说整个医院 全部都要变成这种 恒温变频的 节能的这个 空调的设备的话 是不是它在替换上 又要花掉很多钱 那如果说不要花钱的部分 可以用像恒温的部分 或是说时间上面的管理 就是说我几点开几点关的 或是说你如果要采用 比较高效率的部分 像那个经济部有推展 那个一二级标章的 的那个设备这样 是 这个都是可以省蛮多电的这样 那我们就来看看 各位你们的总分是多少 能不能让我们今天的天空 变成蓝天白云 来看总分 好 今天我们的环保守护队 看起来就是来势汹汹 他们分数应该会不错 来看看他们的分数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六个灯 七个灯 八个灯 九个灯 十个灯 十一 十二 到底可以多少呢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还有没有 十七很高分 还有没有 十八快要破表了 还有没有 十八分 太恭喜了 还有十七所有的朋友 一起来感受一下 我们现场的整个这个气氛 都不一样了 温度都变了 你们觉得比较舒服 对不对 蓝天白云好像连呼吸起来 都比较顺畅 比较舒爽了 谢谢你们今天的努力 今天的环保守护队 问答题答对了十六题 再加上主动发问的加分 总共得到十八个灯 成功帮助地球降温 你也想来守护地球吗 赶快来报名吧 那我现在来问一下各位 将来你们的 今天我们学习到这么多 其实不只是低碳医院 包括我们生活上 我们都自己可以做 从我们今天这一集当中 各位有没有学到什么 平常我们可以来改善的 自己的变成的低碳生活 是一些水可以回收宅里 有拿来浇花 或者是洗菜的水 可以拿来浇花 或是抽马桶什么的 对 或者是做一些 其他清洁的动作 对不对 不错 好 还有呢 我觉得像刚刚说到 那个低碳医院的环保块 或是一些恒温的 就是冷气要恒温这样子 我们平常也可以做 不一定要在医院 对 其实家家户户 做起来的话也非常好 好 我们希望 来到这里的朋友 不但能够把这一些呢 低碳生活环保概念带回家 然后从家里做起 还能够影响身边的朋友 也希望你们把这些讯息 影响你们的身边朋友 让更多的人 可以一起参加这样的一个 长久的一个 永恒的 这个永续的经营的环保生活 好 现在请各位下来 我们节目当中 要致赠各位 非常可爱的环保铺满 来 请到这来 我们同时也要请黄先生 让我们颁赠这一次环保铺满 请 好 希望大家把这个 省下来的水电瓦斯的这些费用呢 存下来 放进这个铺满里面 将来制赠给 有志于做环保的机构 或者是单位 让我们大家有序的经营 好 同时各位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要制赠各位呢 经典杂志一年份 这个杂志里面的内容 非常的丰富 而且非常的好 大家也可以继续地 从里面吸收更多的 环保的知识 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救救地球 我们一起核心协力地来救它 好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你来报名参加 四个人为一组 是同学 学长姐 学弟 学弟妹都可以 或者是机关团体 学校老师跟学生 非常欢迎您成为我们的环保种子 那我们核心协力地去救地球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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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